對對對 可是你跟我買 我如果從很遠的地方到你那裡去 那個意義恐怕不如跟你旁邊的農民買 那個意義恐怕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這裡面很多人開始察覺說 我們跟一般的賣菜很不一樣 我們也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讓人家了解 它其實是一個好的運動 或者好的運動不是一個慈善的運動 它其實是一個共鳴的運動 我只是不想再落入那個把政府啊 或者把那個商人當作一個對象 我就跟他插角力這樣 我發現有些事情是已經可以不甩 政府也可以離開那個商業的情況 商業的情況我講個實際的例子 比如說生物是做生理的 今天有些人做義工說去麥當勞 那裡排隊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去當維護持續的義工 讓麥當勞不會因為人太多小孩子跌倒 或者被燙傷了 那種算義工還是不算義工 應該講起來是社會有需求 我們去面對那個需求 管它是政府 是企業 只要對人有幫助的事情 我們去做它 它就是我們自己決定嘛 但是如果知道 勞也不會勞 勞也不會勞 先去拿麥當勞收錢 我當作是義工 政府從以前沒有義工概念 開始強迫每一個政府機關都使用義工的時候 很多義工變成真真假假 穿上支服 然後參加活動的時候 自己都是第一個報名 會額滿就是那一群人 你知道 我講的是實話 文化練文化局的活動 每次名額五十個 或者一百個 你永遠去報名都額滿 因為他們義工跟他們義工的錢 都這麼滿 材料也不用錢 紀念品也不用錢 那些人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 不過他還講 就是說如果我們 我們在做好人運動的時候 不是這樣 而是自覺 自己是這個社會當中 可以判到這個事情的公 更白話講 叫做主人 只是我們在講主人的時候 總是會擔心說 那我要負擔全部的責任 但是其實公民運動 就是開始去建立那種 我可以做主人的意思 讓它被張揚起來 所以我自己 我們的好人運動 已經有這種看法 我才不想理你政府 能給我補助 或不能給我補助 能參與或不能參與 你能給我公文 或不能給我公文 我們的公民 能不能採取一些行動 那個行動 也常常會讓 不同的公務人員 有不同的反應 因為 以前是有一個方法 做這個事情 就要到局長同意 局長交換下來 一連串的金字塔 通通起動起來 現在的公文 不是 你沒有公文 你還敢來 沒有公文 不是可以進來嗎 我火車站裡面 我說 那我買月台票進來 也要帶公文來嗎 如果不用 我在火車站裡面 抬心理 應該也沒犯什麼法吧 或者說 需不需要你特別的保護呢 同樣的概念是說 如果我們在做 高力參與運動的時候 你的機關 要不要參加這個活動 好像也不用你機關 我們首長同意 只要有人願意響應 他就可以行動 這個話比較難懂 以前就說 我們最好講一個活動 因為我們希望 一個交易 或一個活動 就吃掉一千顆 或兩千顆高麗菜 可是我們現在都不想這樣子 而是比如說 你們的班上 大姐你覺得這樣做好不好玩 我們下次就來班上 做一個高麗菜的聚餐 就不用想想 我們這段就吃掉就好了 這樣吃掉的時候 我們就默契說 今天吃水餃的人 就欠黃龍頓 你要還 還的方法不是在這邊捐錢 是你回家 就在你家自己在搞一個什麼 水餃會 然後說 今天做兒子的 要包水餃給媽媽吃 原因是我們就這樣響應那個 幫助農民的事情 這件事情不需要長官同意啊 也不需要大家喊口令 預備 氣步走 不用啊 今天這兩個座 後天這三個座 可是合起來 你都不曉得每天都有人做 或者都有不少人在做 那這個社會運作 它本身是可以有力量的 那以前我們沒有這個條件 現在我覺得我們有這個 不是說我 是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條件 用來講那個110跟119的概念一樣 我在這邊咚咚咚 結果我們這些人呢 想一想不對 500風險就被鎖住了 所以我們就Google談談 Google 不然這樣好不好 你設哪幾個部分 是屬於公共使用的 或公益使用的 你可以在這裡面設檢查 如果有人在這裡 圖謀個人的名利 你就說他不是 你去處罰他 他取消他沒關係 你如果覺得你自己 不想這樣做 你成立委員會也可以 這樣子就讓你Google Google 有一點點善盡社會責任的可能性 這種機制或方法可以被建立起來 而我們呢 就不會常常接到信說 你500個信已經滿了 請你開始使用付費機制 那我們廣告效果多好多好 Facebook有沒有這樣 有 他們表面上都告訴你 我們是你最好的鄰居 事實上他根本不是 然後你開始用臉下在跟你講 你要付錢啊老兄 不然就跟你封鎖24個小時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的公民社會 我自己的情況 我認為 我們已經有開始去做傳播 這種技術能力 而且他是普及成全民的人 可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設備上的控制的人 還未必有這種雅量 或者這種素養 這事情現在很少人討論 所以我們會想到是 你的強大一點 你的發送系統強一點 這個也強一點 還有人家負擔人家的薪水 人家負擔人家的設備和成本 還有那些賺大錢的網路的公司 他不見得會去善盡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是還可以再進步的意思是說 不管叫做公民社會 或叫做好的運動 更成熟的時候 他會帶動很多這種新的需求 跟新的可能性 而這種新的需求和可能性 會讓他的素譜 變得更加方便 或者說更加的進步 那我覺得這裡面還大有 大有進步的空間 我們以為我們現在這樣已經夠好 其實還不夠 不管是使用的倫理 或者是他們自己的這個機制 我像人家講的 生產過剩的菜是一種 工程呢 工程啊 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物資的流動 原來我們不是只有110跟119 我們還有別的東西可以被 被大家接受成 我們可以公用來使用 就是像雲的概念一樣 你可以 比如說我願意捐出我的這個 傳訊息給我的權利 我願意把它捐出來 結果相對的這個 公益團體 它就可以在那個主題上 把這個信出去 而這裡面有一些 公共的概念在裡面使用 基本上我自己做的時候 我對這個事情 就有這個察覺 有這個察覺 那我想我自己在做的事情是這一些 那表現在現實的事情 你問我說你最近在幹什麼 我們最近就打算賣紅蘿蔔 所以會有這個紅蘿蔔麵包 原因是現在紅蘿蔔 現在還會在台北的這個零售市場 台北看到三根紅蘿蔔賣10塊錢 這是不可能在東門市場看到 也不可能在內門看到 很多地方都不可能看得到 可是在台北竟然有一些市場 你仍然可以看到三根10塊錢 他這裡三幾十塊錢 代表我在買的是 一公斤的批發價都低於10塊錢以下 現場的批發價一定都低於1公斤 5塊錢以下 一公斤5塊錢是代表一斤 就乘0.6 一斤存3塊 紅蘿蔔 紅蘿蔔 紅蘿蔔應該大家做配菜 一支紅蘿蔔就用2、3天了 所以紅蘿蔔消不掉 所以我們就會想盡一切辦法 比如說 能不能把你家的炸製機 借我用一個禮拜 那你的這個禮拜 他的這個禮拜要合起來 我就有很多桶可以用 那我們就在中校西路或中校東路上 設紅蘿蔔汁的供應站 有沒有 然後派義工 或者邀到人家做義工 去在街上炸紅蘿蔔汁 尤其是站在五十蘭的隔壁 或者那個全聯啊 隔壁 炸給人家吃 奇怪 你看人在講說 去幫麥當勞做義工 神經病 可是你現在舉著這個例子很好笑 比如夏天的時候大黃瓜崩盤 大黃瓜崩盤 一條大黃瓜沒有到一公斤啦 沒有一公斤的大黃瓜沒那麼多 差不多 最少也說兩條三條走一公斤 那一公斤五塊的鞋 那兩條一公斤 就代表那一條我們要兩塊半 這樣大黃瓜再大條那種黃瓜 我自己看著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台灣辦公室也一樣 表面上叫做環境資訊協會 大家上班的年輕人 這麼多都是在什麼裡面 買一個五十塊的便當 快吃一斤 實際上要一個飯盤 一個飲料 就一餐了 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樣不可能住家裡啊 副主任沒有盡到責任 副主任自己都這樣吃啊 我常常在外面賣菜 我跟你講真的是這樣 明明台積店裡面就有六個餐廳 一個廠有六個餐廳 所以你還把他那個什麼 無垃圾日 給他在Facebook去分享 講回來是我講真的 在內湖科學園區 在新竹田裡面 那已經是最好的公司 最好的待遇 還有最優秀的人 在那一年公司上班 他也有餐廳 餐廳 餐廳 餐廳每天都吃吃吃吃吃吃 三個餐廳 餐廳老闆也很可憐 他也知道說他上個月就會換掉 我說你做得很好 為什麼你心裡想都被我換掉 聽不聽得懂 就是說我如果做到蓋後 他們服務也會應該理我都來不及啊 可是即使做得好 老闆他都會告訴我自己 三個月我一定會走路 我說老闆你怎麼這樣想 45塊的餐 公司補貼 員工才付20幾塊 四個菜 兩個有肉的 還有兩個點心 還有炒麵 那你怎麼還會走 你應該不會走 老闆你每天來我家住 我不是每天去談 那個老闆說 哇你不用想 我們三個月一定會換 我說為什麼 因為服務也會一定會換掉 我吃膩了 這個是真正的在科學園區走的 情況的顯示 然後你看到 那個餐廳裡面排隊最多的 永遠不是餐廳的那個便當 或是自助餐 是Seven 很多公司都有開始 讓Seven進去開店 然後最多人在排隊的 是Seven 也沒有比那個餐廳便宜啊 可是很多工程師 男生女生 他就在那排隊 那你也覺得很好笑 還有那個櫃台 專門出現 Seven在賣的那個水果盒 水果盒 沒充 沒充 40塊50塊 然後他們中午就吃那個 他在想 欸 你要把你身體照顧好 我們等一下靠你賺錢 你怎麼可以這樣吃 他在想你很奇怪 黃大哥你是誰 他看那個 也許是廠長 也許是經理 都對我很客氣 所以年輕的都看你兩下 喔 你就是那個賣財的 喔 你就是那個上電視的 或者說 喔 你就是那個遠見的低英雄 他要跟你稍微談一下 才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想想不對喔 我們之前在講這個 不如 當蛋黃瓜崩盤的時候 你家旁邊有沒有Seven 你家旁邊有沒有群家 你家旁邊有沒有群家 你家旁邊有沒有什麼 Family Mark 然後我們就講好 譬如說 6月1號 黃瓜開始崩盤的時候 那一天 你們這班 幫好人運動的義工 就是什麼 你知道嗎 謝謝 我一個人發兩根蛋黃瓜給你 然後你就去你家 或者你辦公室 最近的Seven 你還是先吃完便當 然後中午就去 站在那個Seven門口 說我是好人運動的義工 然後進去那個 Seven會把那兩條黃瓜 把它洗一洗 然後會看到垃圾紅在哪裡 從你家帶一支爆刀 去把那個黃瓜皮削掉 然後帶一支籤子 就在他的店裡面 把那個黃瓜切成 削成絲 這樣總共不會花你 超過十塊錢 然後那個Seven裡面的 所有在那裡買涼麵的人 我們就幫他怎樣 這樣 不用很了不起啊 不用很高遠 也不用你政府補助啊 吃拉肚子我負責 吃拉肚子我負責 這真的行得通嗎 結果那個全家有幾個冒絲鬼 他講 大哥你真的賣菜很了不起 我店門口給你賣 他講真的 我去店門口賣菜 你不會想我賣菜 最後如果賣菜客人吃拉肚子 怪你還是怪我 聽懂嗎 在台北市每個人都借信很清楚 開玩笑 如果賣菜我全家過不了 當越這樣的時候 這個社會的負數越不可能 好人運動就沒有機會 可是連那個鐵路局 都趕一下帶二十個人 進去這樣拿起行李糧 弄起來了 那個鐵路局很生氣 你把我鐵路局的火車站 當舞台在那裡做秀 你做秀又怎樣 就找人家需要幫忙 不然你可以趕我走嗎 我來到秀公的 你那個人 願意覺得我秀公很好 讓我不要票進來 你覺得我很不爽 你要不要趕走 不然你趕趕看好嗎 聽得懂嗎 所以這裡